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求知欲打败求生欲 天天向上自然学堂王一博饶有兴致怕虫 What? 听说王一博喜欢一种绿色的昆虫 你没有看错 害怕虫子的王一博 居然有点喜欢绿色的昆虫 这是发生了什么? 原来天天向上自然学堂星去班开课啦 好奇宝宝王一博江和韩哥 大张伟以及众嘉宾 同大家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奥秘 还记得酷哥王一博的三大怕吗? 怕黑 怕鬼 怕虫子 晚上睡觉要殃五 殷三 害怕虫子的王一博 向来都是只文虫名 不现虫影的时候 就已经躲出树米开外 可现一博对虫的害怕 是发自内心 并非伪装 当动植物科普人张晨亮 讲述自己一岁时 看到一个毛毛虫 直接一把抓过去的时候 听得一旁的王一博一脸震惊 但此次自然学堂兴趣班 再次勾起了医保的强烈好奇心 不但尝试近距离观察 还饶有兴趣地讨论一番 一个名为淘金吉丁的昆虫标本身的一博清新 节目休息时还特意请教张晨亮他的名字 完美演绎了人菜影还大 好奇又恐惧 害怕又想看 看了又变怂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虽然害怕并不耽误好奇 但与小朋友的行径无疑 又害怕又好奇 遥想之前的运动戏男孩王一博 在遇到他的速敌昆虫之后 所展现出来的神走位 我躲 我闪 我撤退 只想立刻离开地球这次纠结的矛盾体 一博看到昆虫之后嘴上说着 害怕他会咬人吗 又忍不住想看 尹的大张伟直言 这些恶子在这屋里不得疯了 连韩哥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你看他都不敢用手指 只会拿话筒 好在标本不会动 不然库哥又会开启凌波微步 或许是因为昆虫标本里 还有一只绿色的小可爱 使得王一博对绿色的爱 和对昆虫的怕忠合了一下 王一博生动的诠释了饶有兴致的害怕 又害怕又好奇的库哥 果真是个宝宝呢 王一博被虫吓到灵魂出窍过 还好绿色帮他克服害怕 现在绿色的昆虫都敢多看几眼 可见一博对绿色情有独钟 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求知欲 打败了求生欲 库哥与桃金吉丁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用对了方式 孩子会对任何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产生兴趣 当然 本期自然学堂除了让一博爱恨交加的昆虫标本以外 山海经实景演绎视频创作者张嘉玲 也来到了节目现场 他讲述在山海经中所寄到的一些地貌 他们都会尽力的去找到那个地方进行拍摄 为了尽量还原书中记载 拍摄过程的艰辛可想而知 韩哥忍不住建议 你们租个棚吧 大张伟也建议 有很多影视城这一趟水一天就拍完了 可本着拍摄的初衷 美女张嘉玲只是微微一笑 推开自然之门 一起来一场石头奇遇祭 在自然学堂中不仅中科院动物学博士 陈瑞带来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七枚重破 追逐流星的陨石猎人张伯 还带来的特殊的陨石 赏乐是每个中秋节必有的主题 今天不仅可以赏乐 还可以摸乐 不得不说 天天向上这档综艺节目 虽然是娱乐兴致的 但是却不断地在为观众科普万千世界 无奇不有的东西 无论是各地文化 风土人情 还是高薪科技技术 在这里都会呈现 这对于王一博而言 确实弥补了太多的生活体验和知识储备 对于屏幕前的观众而言 同样在娱乐的同时了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 由衷的希望天天向上这档文化类 推广节目好好延续下去 与韩哥、大老师和王一博一起洗鼓说金 谈天说地 品悠久历史文化 赏祖国大好河山 街舞课代表王一博回归天天向上 与嘉宾一起解读街舞文化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